今天開箱 格熱紙 蘇勒家 雪梨歌劇院 五角大廈 玻璃上面的格熱 貼的全部都是蘇勒家 我等一下坐進去會有坐在那個 五角大廈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內裝其實也不一定說要改多少 就是你要整整齊齊乾乾淨淨 透視度看進去就是很帥 明天竟然談得不好 好 好 луч 好 I was so grateful to go It's one or one shot Not a future mature Let's go Yeah It's one or one shot Not a future mature Let's go 大家好我是Stave的小吴 欸耶我肉咖耶 耶耶 今天開箱隔熱紙 出熱家 我跟你講太熱了 真的是台灣這天氣沒有隔熱紙 我覺得真的是懷疑人生 老婆住在旁邊的小小 會黏幾樓在黏驚的 那實在撞不住 因為沒有貼嘛 沒有貼就很厚 很厚它可以接受 但是很熱它不能接受 老婆的臉 還是需要顧人 太陽還是太可怕了 又是為了老婆著想 對 為了家人 為了另一半 為了老婆 還有為了自己 真的太熱了 我覺得台灣的太陽真的很毒 我覺得沒有隔熱紙 真的是不行 剛剛還不想講 我們已經開始在施工了 看就知道了 但是我們今天想要開箱介紹的就是 蘇樂家這個隔熱紙 我們其實做了蠻多功課的啦 各廠牌的隔熱紙 我們都有稍微比較過 那最後會選擇 蘇樂家 因為 因為 它很透 它的透呢 是貼的 讓你感覺好像沒貼一樣 我們玩視覺的 我們基本上 不管在國內外 大部分都是 不貼隔熱紙 或者是貼全透的 不貼隔熱紙 我最近一開始覺得 男子他就是不要貼 我也撐了一兩半 開玩笑 以那個 那個 那個 流汗的那個畫面 一邊開車一邊冒汗 為什麼 為什麼太熱了 冷氣 去年就說要貼了 但我還是撐到今年 你來看一下 確定再貼 我先介紹一下蘇樂家 它是一個 美國的 牌子的隔熱紙 美國頂級 而且它是 美國原裝進口的 它是全世界 一個很大的化工廠 那 西夏的品牌 對 西夏的品牌 蘇樂家 蘇樂家 雪梨歌劇院 雪梨歌劇院 五角大廈 五角大廈 在玻璃上面的隔熱貼的全部都是蘇樂家 那你就知道蘇樂家這個品牌有多大 而且重點 這個 他們的底級 LX 我們是貼LX 其實它也不是只有全透的啦 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 我們自己貼的是 LX70 它其實也有比較深色的 如果你怕蛙鼻孔被看到的話 你還可以是選擇其他系列的 那我們介紹一下 而紫外線率基本上 同外線紫外線就是99% 重點是看那個 總隔熱率 它總隔熱率可以達到60% 隔熱率就是 例如說外面的100度照進 它可以隔掉60% 所以裡面只剩40度 是這樣嗎 是 是這樣嗎 好像也不對 這個太科學的東西 我們不要講 好好好 等下被人家跑 就說你這樣子講 然後不對 好啦 我們只是打個平方 因為其實隔熱質看的是隔熱率 就是外面太陽很大 你裡面可能不會那麼熱 我們了解過 以一般其他的隔熱質 它因為非金屬成分的 非金屬成分的 它們是比較吸熱 它們是 就會蓄熱 它蓄熱在隔熱質 所以裡面不會那麼熱 所以你摸上去 它是比較熱 但是 蘇熱夾這一支的隔熱質呢 它是 金屬成分 它是 反射熱 反射熱 所以 熱人進來 它是反射料 而且它的紙 比一般的厚很多 對啊 一般的都是比較薄 那它這個 它有真正防爆的功能 哪一天如果被棒球棍敲的話 它敲不太進來 某一天 如果不小心發生 某一些事故的時候 它是真的有防爆的 跟人家輸引很多 防爆的功能 然後我們今天兩台都要貼 到時候貼完之後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 那為什麼要貼透明呢 我覺得玩車就是一種態度 對 為什麼 改變帥 人家在旁邊說 你車很帥喔 你當伍子的時候 你要看到他的臉 你要跟他這樣撕眼之後 注意 OK 這隔熱質上去了 你看這個透不透 來看一下看一下 這個 這邊是還沒貼 這邊要貼上去的 有沒有 有貼跟沒貼一樣 但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的隔熱是很強 隔熱是可以達到60% 而且它是全金屬的 全金屬的 它的厚度會比較真的厚很多 厚很多它就是有一個防爆的功能 我拿坐進去會有坐在那個 五角大廈那種感覺 我們就是跟美國 五角大廈跟那個歌劇院一樣的 你看它這個刮下去 你看 這有貼跟沒貼 看一下看一下 這根本老車福音啊 看一下 拍一下這個帥哥的臉 有沒有 聽說他現在沒有女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他偷笑 對 這真的老車福音耶 很多老車都堅持說一定要 就是不能貼隔熱質 可是我覺得 在台灣還是 不要開玩笑啦 真的 還是多少有一點 人家很多都是不貼嘛 不貼是帥哥 但是我跟妳講 我想要貼還想當帥哥 我覺得蘇樂家算是首選啦 蘇樂家真的是不便宜 還要貴了一點 但是一分錢一分貨 花兩次錢 是最貴的 一次到位 確定這東西是好東西 直接改到位 是蠻推薦的 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很透 有沒有 你要挖鼻屎啊 在我們車旁邊挖鼻屎啊 貼這麼透 就是在開車的時候 你還是要很假吧 有沒有 假裝自己很帥 然後可能 別人會看你 然後你看的時候 還要偷瞄一下 看有沒有人在看你 哈哈哈哈 至於 好帥喔 謝謝 帥很重要 看一下 現在在貼我的車 你看這個已經貼上去了 你看這個透視度 有沒有 然後再跟外面 它有點藍藍的 原本玻璃 它就有帶一點點綠綠的顏色來 因為它有點綠綠的 它的玻璃 原廠玻璃會帶一點綠綠的 再貼上去的透視度 人家說透明隔熱紙 就是一種態度啊 就是車主長的帥 內裝改的帥 然後老婆也要漂亮 就可以符合 貼透明隔熱紙 我剛好都符合 因為車主也蠻帥的 我剛好都符合 因為車主也蠻帥的 我剛好都符合 想一想還是帥的 哈哈哈哈 最困難的出貢 對啊 可不可以裝潢 不要裝得這麼壓緊 多鳥 哈哈哈哈 要躲在 要躲在防滾龍後面 它頭應該不知道有沒有撞到 對 還是這樣 如果這次掉我們走吧 沒關係沒關係 我再鎖就好了 前面的嗎 還是外面 前面的 這個老車掉個什麼東西 很正常 很正常 老車就是這麼機械化 單純 有沒有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剛剛這個 手把掉下來 防盜系統 哈哈哈哈 幹嘛被人家幹走 還可以拿下來 哈哈哈哈 玩老車的快樂 手搖窗 反正呢 在車上可以撿到 一兩顆螺絲 蠻正常的 哈哈哈哈 看上去 會不會在路上撿到排氣管 真的 掉了 在車 有沒有拍到 鎖 要有拍到 地球 我沒有拍到 可以拍到 以身體 我都沒有拍到 到你身體 貼隔熱紙是完全是不行的 所以是貼完隔熱紙 那陽光曬進來啊 就是曬到皮膚完全是不會 沒有什麼感覺的 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皮膚 微溫溫而已 這坑沒貼 真的還蠻有差的 我們開箱 蘇樂家的LX710 我們已經貼完 直接開下來肯定試測 對 可以看 我們有去刷了很多靜態 我覺得 內裝其實也不一定說要改多少 就是你要整整齊齊乾乾淨淨 透視度看進去就是很帥 不一定要改很多東西才要透明的 玩姿態的 它就是透視度那種呈現出來的質感 就是很舒服 而且我跟你講 如果你的逆你半 你的老公跟你說要貼透明 你一定要同意 為什麼 他出去載什麼人 一目了然 他絕對不敢亂載 我覺得是永遠真誠 不敢偷吃 貼太黑的那種有沒有 出去載 裡面載了誰 你看得到 我跟你講 一定要讓你的另外一半也改車 你知道為什麼嗎 開車來墾丁 沿路下來 欸 賢哥的車 超好認 你去到哪裡都不用衛星 都不用定位 自然有人就幫你抓 一看就知道是誰的車 辨識度太高 辨識度太高 而且去到哪裡人家都知道 這是你的車 所以我們要讓辨識度更高 直接看到裡面的人挖鼻石 好 所以就貼輸的價格也都差70 所以我覺得玩車 我覺得那種玩車 你就讓他玩吧 我覺得真的是讓他玩 讓他改吧 去到哪裡都會被抓 抓抓抓抓抓 我跟你講不會被抓就是他改的不夠大 我都沒被抓啊 因為你沒出門 有啦 我有出門啊 我很認真耶 很常出去開車耶 為什麼我都沒被抓 因為你去沒人的地方 我去沒人的地方 這樣講起來有點怪 去沒訓號的地方 改不夠大 是不是要寬體 太誇張了 我副駕會靠搖 副駕要求要隔熱紙就好了 有啊 隔熱紙 要貼 我覺得就是貼到位 要貼 對 蘇勒加 這次的隔熱紙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 超讚 好 我們繼續去墾丁曬太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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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